被称为古装神眼的王楚然 为什么一到余正距离就变成这样啊 不得不说 上时的装造滤镜对王楚然来说 真的问题很大 第一大问题 鲜老显胖 或许为了延续莫兰迪侧系所谓的高级感 这部剧的打光滤镜依然是重灰度 质感虽然起来了 但对王楚然的脸却不太友好 从古像来看 他的颧骨立体鼻梁挺直 下颗清晰 又有和天仙相媲美的亲吻感 而从皮像上看 他的软组织却比天仙更加厚重 在明暗交界明显的滤镜下 倒是皮肉均衡明媚大气 当然放在这个过于仓板的滤镜里 骨性线条被瞬间磨平 只留下丰厚的软组织 不仅拥有种肿泡感 而且很显老憔悴 其次 这个过于贴头皮的终身发迹 遮住宽宽的额头之后 还是暴露了王楚然宽泉骨方下盒的问题 显得上窄下宽 比例失红 同样一张脸啊 你们看之前发迹饱满 和额前碎发翩翩的样子 是不是好看很多 最后啊 显胖还有个很大的原因 是来源于这个小高领 遮住了鲜瘦的肩颈 和方下盒一搭配 就直接显撞十倍 下盒一旦有宽度 就不要再遮脖子了 请大家默念十遍 接着说第二大问题啊 相比王楚然以前 或艳丽或英气的角色 这次看起来明显就更呆板 无神 首先要背锅的 就是这个柳叶细眉 说实话 我特别理解余正想要 更准确的鼓风还原度 但是细眉真的就不太适合王楚然 他很考验双眼皮的 秀气度和抹身感 像甄嬛 丝藤 这种双目秀气的话就很适配 但是王楚然的双眼皮 偏宽且深 存在感极强 细眉根本压不住这个双眼皮 甚至还有一种 景田早期飞山蛙的即视感 无神且呆板 相反 他的五官亮感大 面部锐角又多 画眉峰明显的粗眉 反而又英气又明艳 眉眼传神的多 最后啊 不得不提这个莫名其妙的咬唇妆感 又青色又唇语 还显得病泱泱的 上半张脸的尖眼角和直笔 明显是高质感 是城府和稳重 但是下半张脸 却因为这个稚嫩的唇色 显得十分割裂 完全不如边界清晰的红唇 来得更适配 难道余正的滤镜 真的就是美女杀手吗 求求了 不要再祸祸美女的颜值了